中俄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那么为何中俄海军将在4月下旬举行黄海联合军演 让日媒警觉呢 这联合军演呢 它是为了共同的利益 而不一定呢 它是军事合作 那么可称的上军事合作的呢 至少有三个特征 第一呢 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胡同有无和联合研发 它不会呢 彼此的太保密 二呢 是在军事交流 特别是情报交流上呢 有比较高的互信度 这三呢 就是对外出售先进军备的时候呢 能顾及对方的战略利益 那么在这三点上呢 俄罗斯对中国呢 都有很大的释放和保留 不给中国出售先进的武器 在军事和外交上呢 有时候呢 它是忽悠中国 同时呢 它还像印度越南等中国潜在的战略对手呢 出售大量的军火 但是呢 这并不妨碍两国呢 采取一致的行动 来维持各自的利益 在黄海联合军演中呢 中国呢 是为了维护 交流岛 及其附属海域的主权 那么俄罗斯呢 则是为了维护 北方四岛的利益 两国海军呢 这个携手呢 穿越 这个 日本海峡 那么对共同的利益 对象日本来说呢 它就构成了一种压力 要日本呢 不要太当狂 要有一定的截止 那么这种联合行动呢 就像中俄呢 在叙利亚问题上 是一直的立场一样 都是为了保全各自的利益 而不一定呢 非要是同盟 才进行这样的联合行动 中美 美俄 也常常呢 为了共同的利益 而联手 做一些事 有联合行动呢 并不意味着同盟 是同盟呢 也不一定呢 没有冲突